一家十一口有北京之酒店片 我十年前去过一次北京 当时住的是南罗布巷 三百多块钱 非常非常的满意 因为真的非常喜欢北京的胡同文化 觉得烟火气十足 非常的有韵味 所以这次再去北京 胡同我是一定要继续住的 这次去北京的决定做的比较急 当时订酒店的时候 基本上都爆满了 平时两百多的酒店长到了八九百 不过也没有办法 闭着眼睛订吧 因为其他时间很难凑到全家人一起 所以在家人团聚面前 就只能牺牲掉价格了 这个酒店确实是挺差的 花洒的不出水 洗个头得半天 但是耐不住它位置好呀 出门就是胡同 超市便利店一应俱全 南罗布巷古楼后海 都是放后六个弯的功夫 就可以到了 白天去了景点 晚上吃完饭 把八王孩子往酒店一扔 我们几位壮士还可以各种溜弯 所以该去的地方都去了 3号我们换了酒店 这个酒店呢 离胡同比较远 走路10分钟可以到前门 这个是酒店市的公寓 富士楼 五张床 140平米 1300一个晚上 可以一家人住一起 后面还有个大阳台 可以唠嗑 最重要的是可以洗衣服 可以做饭 其实当时我心目中最理想的方案 就是能在胡同那边 租一套这样的房子 既可以一家人一起住 又可以感受老北京的胡同文化 不过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这样的酒店 所以就只能这样子分开来住了 虽然第一个酒店 确实是订得性价比超低 但是毕竟是特殊时期 为了看胡同文化 就只能这样订了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 我还是会这样安排 谢谢大家